每年鱼吃香都会举办全香中原普渡活动 因为科技发达 今年特别不一样 采用网路直播的方式 让不能到场的乡亲也能够看到现况 追思祖先 每一年的七月一时 都是我们在香港所 我们的公望 在葡萄的时间 今年刚才没有到这个假日 所以很多旅外有子 没有到亲身回到这里来做 剖削这个动作 但是我们所在这里体恤 大家旅外的有子 特别邀请到我们南投 这个数位有限公司 在这里给我们做服务 做直播 另外在我们中台湾 跟南投新闻 都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 直播的状况 这次的网路直播 与直香公所结合中投有限电视的资源 出动三台摄影机 设置转播中心 还有主持人进行介绍 让乡亲看到开箱的盛况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在推行防疫 所以今年由我们中台 来配合我们的乡亲 来做这个 我们普通的直播 由中台来提供我们的忙碌 让我们的乡亲 可以直接透过这个 FB这个忙碌 可以观察我们这个 普通的活动的幸福 配合防疫工作 与直香公所第一次举办网路直播 中原浦度 乡长向乡亲介绍特别的服务 也行销纳谷唐优良的风水地理环境 现在这个电视油 就是我们的忙碌 可以看到 今年来 我们不回来拜 对忙碌 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拜拜的状况 我们现在 忙碌在介绍 我们这个拜拜的状况 对啊 没什么样子 让这个 我们今年不再回来拜 我们就这次的机会 对忙碌 也可以慎重追援 用忙碌的风水来拜拜 乡公所的用心安排 还有环境的维护 乡民很肯定 过去秋季那样 在帮忙碌 他就是在午餐 看他没办法来 就能看 对啊 对啊 这样不错吧 不错啦 这个乡长刚才 这么认真 这么认真 因为这些风水没人 保护的风博 当年都去 以后就会不透 为了推广 鱼池香的好山好水 鱼池香公所将提供 最好的殡葬管理服务 最实在的桃位价格 提供最优良的先人安置环境 记者发红坤南投县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